就是大概這個地方,就是4回圈 所以以後的話只要是一個表格 就是反正跑兩個回圈 OK 那最後的話呢,當然底下還有一些其他的延伸變化啦 不過 我覺得這個延伸,你可以用offset啦 不過offset可能我覺得用到的機率不高 所以這個僅供參考 另外的話還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原來的 四個欄位 再轉回單欄 當然有,也可以用index跟 那個index啦,不過這個又很頭痛,又要想很多方法 最後乾脆用vba來寫,其實vba來寫的話 這邊有一個合併回單欄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也是一樣,把這個 四個欄位的資料 再合併回單,因為工作裡面 常常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 反正這個範圍分出去了,又要把它合回來 因為你可能會 跟 就是不同的人,你可能有不同的 這個資料的需求 他又會需要做不同的變化 所以呢,當然 反正就見招拆招嘛,他要什麼我給什麼就對了 那你就是,如果你要怎麼樣,分割 那之後要合併的話,按下去 自動要合併回來了 ok 這個合併的話呢 我的寫法是這樣啦 你除了可以用fori forj之外 這邊其實另外一種寫法 叫做for each for each for each意思說 這邊的話 雲端上有那個我寫完的程式啦 你們可以參考 寫的方法就是說呢 for each sale 這個sale是變數名稱自己取的 印哪一個呢 印這個range 哪一個range呢 在 這個range指的是D2到G9 就這個range 那他會 for each意思說 他每一個 他會一個一個的幫你怎麼樣 放到sale裡面 所以呢,他會先把這個 這個東西 先放在sale 那你要做什麼事 把它搬到這邊來 所以呢,一樣 我這邊有K.2啦 K.2就是 先從第2列幫我放 然後呢,我這邊就是sale這個儲存格 就幫我放進來就對了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他就會 逐一逐一的 原來是寫這樣子 最後是自動調欄寬 那他就怎麼樣呢 先抓到 K.2等於是抓到第2列 那先抓第1個 所以sale裡面的話呢 就是抓 2005年的6月15號 把這個抓過來 然後呢 資料丟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東西換丟回來了 後面的東西丟過來 把這個丟過來 那因為要往下嘛 所以K等於K加1 下一個 那下一個抓哪一個 抓這個 所以他for each寫法 一個兩個三 有點像 剛剛那個for I for J的寫法 把他向下一個 有沒有 一直在推 所以你會發現 全部跑完之後 我再自動調欄寬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看 你可以把它分 又可以把它合 反正你愛怎麼分 就怎麼分 怎麼合就怎麼 以後甚至你要 不同的藍數啦 那也都可以這樣 很快的把它變出來 反正工作裡面不就是這樣的 你可以快速的 產生你要的結果 那這個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合併為單藍 那 剩下一點點時間 最後 請各位待會再開那個 326這一題 這一題其實邏輯 應該也不困難 就把它關一下好了 儲存一下 然後把 那這一題的話 他的邏輯 326 就是 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那我希望呢 點了一般 自動把這邊是一般的 旁邊這邊資料幫我帶過來 點了二般 把二般的資料帶到這邊來 那當然這邊是空的 不過目前沒有東西 那以前的寫法是這樣 以前呢如果要做這個 結果出來的話 我雲端上面有326的參考 其實 最早是講什麼 怎麼用函數來做 裡面會用if small index ifl 然後配合什麼呢 再配合大瓜糊的陣列 而且如果你陣列 陣列不是自己打大瓜糊 是要control shift 加enter 那後來 講完之後呢 其實很多同學都頭暈了 所以我講到VBA 的時候呢 同學說 老師你乾脆講VBA就好了 因為 上面的東西 即便聽完了 也不見得做得出來 真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太複雜了 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剛剛講 像這種東西 你用 isail來做 用那個 函數來做 做得出來 但是 失敗率非常非常高 而且 倒不如乾脆直接跳過 所以同學說 老師這地方我決定一定要用VBA就好了 上面的東西我寧可把他忘記 沒關係 因為說真的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真的 太麻煩了 我這邊警工各位參考 我覺得 他說的 沒錯 真的 上面東西 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也覺得 這真的不是 連我都覺得 頭很痛 那倒不如跳過 我們直接看 VBA 如果用VBA的話 相對的會清爽 許多 為什麼 因為只有一個回圈 一個邏輯判斷 一個K K加1 結果就OK了 這些都寫過 都是你們看過的東西 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想想看 並不困難 那怎麼寫 OK這個地方 當然第一個開發人員 我們一樣怎麼樣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這個模組的名稱 也許我們叫做班級好了 那班級的話 他的邏輯是 for i 等於 第2列 到第12列 做什麼呢 如果 我的 什麼呢 Sales 的 i列的 A欄 等於 Range的 H2的話 那就幫我把他的 B欄 到E欄 怎麼樣 幫我複製一份到 這個K的位置 K等於5 有沒有 複製一個 如果再往下 又一個 那K等於K加1 就往下 往下 往下 那不就寫完了嗎 OK請各位試一下 應該沒有 想像中那麼複雜 後來發現 真的如果這個地方比起來 真的用VBA 真的簡單太多了 OK 所以有時候啦 真的複雜的事情 真的用VBA做就OK了 換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為什麼要學VBA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 相對那個你 用剛剛的方法 真的頭太痛了 反而VBA看起來就清爽多了 OK 所以 那沒有絕對的 如果簡單的東西 你用函數 兩三下都OK 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像那種 剛剛那個那麼複雜 用if 還要用什麼 用那個 small 還要用index 然後還要用 這個 ifl 最後的話呢 還要再做 大瓜糊 那個 Ctrl、Shift、Enter 的正列執行 真的 早不如寫一個 VBA回券算 喔 好 好 好